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由名誉会长玉首喜傅士夫和会长张傅士夫率领的日本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 胡锦涛高度赞赏日中经济协会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感谢日本各界对中国抗震救灾提供的保惠援助 和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给予的大力支持 胡锦涛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指引下 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加强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 推动中日战略互会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胡锦涛表示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 对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至关重要 希望双方着眼世界大势 不断加强节能环保 信息通讯 高薪技术 减灾防灾和灾后重建等重点领域的合作 积极培育两国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把中日经贸合作推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 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与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欲首喜张富士夫说 祝贺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表示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向前发展 国务委员戴炳国等参加了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